大家好,这里是飘飘小厨娘,我是飘飘,莲藕营养丰富,是滋养佳品,自古以来就深受大家的喜欢的追捧,尤其是在三复天,滋补的最佳时间,更是适合给家人吃莲藕了。 大家都知道莲藕里边含有大量的铁元素,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弊益,所以今天就用莲藕来做一个好吃的美食。 先将莲藕清洗干净,然后削去外皮。 然后将莲藕切成薄片。 很多朋友常年都在喝藕粉,但是其实吃这种新鲜的莲藕更加有营养,而且养分更加容易被人体所吸收。 然后再把莲藕片切成细丝。 莲藕一定要买比较新鲜的。 这样做出来的美食口感更好。 最后直接切成小丁。 稍微用刀剁一下莲藕丁。 藕丁不要切得太小了。 就像肉馅一样,留一些大小不易的。 吃起来更加有颗粒感和层次感。 切好以后装进一个盘中备用。 胡萝卜也是营养非常丰富的食材,一定要给家人多吃一些。 去皮以后把胡萝卜切成薄片。 切的时候切得越薄越好。 然后将它改刀切成细丝。 最后把胡萝卜丝切成小丁。 如果刀工不好的朋友也可以使用擦丝器。 擦丝以后整理一下再来切小丁。 效果也是一样的。 切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。 接下来咱们再来切一些瘦肉。 我今天准备的就是普通的瘦肉。 大家也可以准备梅花肉或者里脊肉。 做出来都是比较好吃的。 瘦肉切片以后再切用刀剁一下。 直接剁成猪肉馅。 如果家里边有绞肉鸡的话, 也可以使用绞肉鸡。 我个人觉得刀子剁的肉馅更香一些。 像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剁好装进碗中备用。 接着咱们再来切一些葱花。 葱花的香味。 在这道菜里边还是非常重要的。 可以适当地多切一点。 切好以后直接放进肉馅里边。 再来切几片生姜。 切片以后直接切成细丝。 最后切成生姜末。 生姜不仅可以去腥, 而且还能增香。 像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直接装进大碗里边。 在碗中加入适量的食盐。 再加胡椒粉增香去腥。 再给里边加上一勺生抽。 再来一勺蚝油提鲜。 最后加上少量的白糖。 用筷子将调料充分搅拌均匀。 使所有的调味料都能被肉馅吸收。 这样做出来的肉馅是最香的。 快速地搅拌均匀, 让肉馅入味。 接着打入一个鸡蛋, 再用筷子搅匀。 这会需要多搅拌一会。 把鸡蛋直接搅进肉馅里边。 直至肉馅发粘成状态。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是最好的。 像饰品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接下来, 将莲藕和胡萝卜丁倒入肉馅中。 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 让所有食材充分融合在一起。 像饰品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接下来咱们倒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。 继续搅拌均匀。 加烧玉米淀粉。 可以让做出来的丸子口感更好。 更加的嫩滑一些。 搅拌至像饰品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然后把肉馅放在一边腌制备用。 现在,把剩下的胡萝卜切成薄片。 这个胡萝卜是用来最底托的。 所以切得薄一点就行。 切好以后直接摆放在盘子底部。 像这样均匀地摆一圈。 这样丸子不会粘在盘子上。 戴上一次性手套, 取一小坨肉馅。 团称圆形。 然后放在胡萝卜片上。 重复这个过程。 直接把做好的丸子摆放整齐。 然后放进蒸锅里边, 大火蒸35分钟。 这回咱们再来切一点香菇。 先把香菇切成薄片。 然后再把香菇切成小块。 香菇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。 日常也要多吃一些香菇增加营养。 切好的香菇块适当地多一下。 这样炒的过程中更加入味一些。 剁好以后直接装进盘中备用。 再来切一些大葱。 对半切开以后切成细丝。 然后直接切成小丁。 切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。 我们家口味都比较重。 都非常喜欢吃辣的食物。 所以我基本上做菜都会加一些辣椒。 直接切成辣椒丁就行。 然后放在一起备用。 小碗中加上一些番茄酱。 然后再加两勺量的生抽。 少加一点点的陈醋。 再加一勺食盐调味。 半勺鸡精增鲜。 最后加上一大勺土豆淀粉。 倒上等量的清水。 然后直接搅拌均匀。 把里边的食材全部搅拌融化。 像饰品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这回的肉丸子也蒸好了。 各个都变得胖乎乎的。 咱们直接拿出来放在一边备用。 起锅加入适量食用油。 烧热后放入姜末炒香。 一定要先用姜末打个底味。 这样炒出来才会更好吃一些。 接着放入香菇丁和辣椒丁。 继续翻炒,让它们释放出香味。 炒香以后再把之前切好的葱花加进来。 快速翻炒,炒出香味。 然后倒入之前调好的料汁。 用中小火翻炒。 直至汤汁收至粘稠状态。 像饰品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最后,将炒好的酱料淋在丸子上。 均匀地铺在上面就行。 最后撒上葱花。 非常好吃的莲藕丸子就做好了。 莲藕的清脆和香甜,加上肉丸子的嫩花口感,绝对是老人和小孩都喜欢的佳肴。 这道菜品不仅美味,而且富含营养。 最关键的就是做法非常简单。 出锅的味道比酒店大厨做的还要好吃。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并转发分享。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,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